接下來就正式我們三點準時 今天第二場的大事駐點 我們邀請到唐鳳政偉 特地從台北來了林口 等一下又要回到台北去搭高鐵 所以當初在邀政偉的時候 其實很快就被答應了 所以很謝謝政偉的時間這樣子 政偉來上台之前 我們是不是先請汪老師 來跟大家 跟政偉說幾句話 謝謝大家 那麼多人來這邊 大家就知道林口跟台北是不太一樣 你上來的時候衣服穿得不夠多的話 今天就給你嘗試到什麼叫林口 介紹這個政偉我想是很簡單 為什麼我今天等一下會講 我要介紹他的哪一方面 這個市長政偉跟我們是鄰居 我們在新創那邊有一個辦公室那邊 當初跟政偉見面的時候 我們就一直想說邀請他來參加這個TACC Plus這個活動 總算今天來的 OK 那謝謝大家來這個捧場 不過我對今天的題目當然有點問題 因為那個唐鳳正偉可以幫助 打個問號我是不知道為什麼啦 不過等一下看看 應該是很多金貪號就好了 OK 那我怎麼介紹我們這個唐鳳正偉呢 我是想說大家看到他 可能印象裡面都是Virtual 都是在網路上雲端不知道哪裡 OK 不過今天跟大家講這個絕對不是Virtual 這是實體的唐鳳正偉 那我們換你以最熱烈的掌聲 來歡迎我們的唐鳳正偉 OK 好 那政偉 麥芬芬芬先給你 好 那今天我們執行的方式 我們先是不是請政偉先跟大家說 今天來在場的大概有七成都是台灣的新創夥伴 然後大概有三成的是這個企業二代的這樣子的組成這樣 那可以先把我的那個iPad投影出來嗎 在等投影的時候 很高興實體跟大家見面 這絕對不是最新的VR投影科技 達到普朗克尺度沒有 那因為其實我們真的是鄰居 我們走路大概三秒鐘左右 從我的辦公室到你的辦公室 所以之前在社創中心就常常看到TSC Plus 很認真的在Propel 就是在把團隊的一個好點子 然後找到特別是在BD上面碰得到類似的生態圈裡面的朋友 那之前也有一些朋友實際帶到我的辦公室嘛 去做一些office hour的諮詢 所以我想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一個嘗試 就是政府的功能當然有很多 但是我自己的定位是empower 那empower這個字很難翻 所以後來我都翻成增幅 那增幅就是你本來的政府是怎麼樣 我不是要主導你要怎麼樣做 但是試著把你的訊息讓更多人知道 那這個可能才是政府一個比較永續的一個角度了 其他的部分當然在出創的時候可以幫一些忙 但是等到你有自己的生態圈的時候 坦白講政府也不一定都知道你們在幹什麼 但是總之你把你們的值得分享的訊息 idea was spreading 讓更多人知道這個我想這一點是沒有錯的 所以如果有問號或驚嘆號的話 大概都會從這個方面來介入 那剛剛都只是串場了 就是要讓這個東西通映得出來 QR Code如果掃得到的話可以掃一下 那如果掃不到的話可以手動的輸入slido.com 然後再輸入408 那就可以進入這個匿名的聊天室 不過雖然我一開始都會說是匿名的 但我們可以看到現在四個裡面只有一個是匿名的 那這也非常好 就是你可以選擇劇名啦 那要記得為彼此的提問按讚 按讚的數量越多的越會浮到上面 好比像說就非常你知道design and creative thinking的 目前是第一名 就是問說可以讓工程師有更多想法 可以用整個系統的角度來思考問題 system thinking 那如果你覺得這個問題很棒 那你就幫他按讚 如果你覺得別的問題更棒 那你就幫別的問題按讚 每個人的讚數是不限的 那我待會就是用按讚最多的那來分享 那如果你是有劇名的話 那我們應該有數位麥克風嗎 對 數位就是很多位的意思 所以就是兩三位麥克風可以隨時遞給 就是有提問 而且被大家推到上面的這位朋友 所以如果他就是要口頭補充的話 我想應該也有這樣子的技術能力 這我們想要用一個方式 就是這個做一個reference 然後TSC的團隊的問題 我們先回答 然後看按讚的數量 那意思是說就是不鼓勵匿名這樣子 也鼓勵匿名 就是我們這邊有TSCC跟非TSCC 對 所以TSCC的團隊我們的這個回答的六件 所以高一點點 對 然後我們希望 如果這個問題是你提的 然後到你的 我們把麥克風遞給你 把你的問題也具體說明一下 好啊 那我們是不是就從第一個開始 可以 因為我們有蔡恩家 這個很明顯已經拉開筆數了 已經是 好 恩家在哪裡 我們麥克風遞給你 好 我們自己的夥伴也 可以站起來 這樣子他比較容易拍 我們夥伴也幫忙遞一下麥克風 好 所以我重複我的問題嗎 對 這個是妳的問題 就是 額上面寫的啊 就是其實我們新創團隊 在要拓展國際市場的時候 有國際的人才直接進到團隊裡面 是有非常非常大的幫助 那我們公司就是受益於這個制度 就是我們有五個國際的人 但是我們其實有發現台灣的勞動法規 包括救福法 包括一些移民的法律 對於白領的外國人超級不友善 他們總是有很多各種的有的沒的限制 然後一不小心就會踩線 然後甚至就是會面臨可能 稍微違法就要出境 就是無心之過就需要離境啊等等的 有沒的奇怪的問題啊 那妳有金卡的就是employee嗎 沒有 因為他們也沒有高階到這樣子 因為像比如說我們公司有一些是 在台灣念完碩士的外籍生 然後他們有俄羅斯的俄語啊 西班牙語啊等等的人才 他們其實就是像台灣的畢業的年輕人 那我們給他機會可以一起合作 成年了 因為我們去年Christmas有推出一個聖誕禮物 但是比較少人知道 就是以前都是經濟部的金卡比較好申請 科技部的你可能要得諾貝爾獎或糖獎 這個有點難度啊 但是去年那個Christmas科技部放寬了 所以一個是說它只要在startup 有就是核心團隊的這個資歷 這個就算了 結果就已經qualify科技部的金卡 那另外一個它甚至最後一條是說 只要對台灣的科學或技術發展 有貢獻之潛力就可以了 那定義是 有貢獻之潛力就是我是說在場的各位 都有貢獻的潛力 因為常常會到第一線要申請的時候 就是政府的美意是很好的 可是第一線承辦人會非常的害怕 就是它還是用各種嚴格的方式在處理 對 那因為科技部的這個修訂它的目的 就是希望說在你講的這個case 就是它在國外可能不是很資深 當然也沒有得能不能講 然後那個經濟部那邊對於薪水啊 什麼的這個cap 它也沒有辦法達到 那但是呢 它就算是只是來台灣一陣子 對它本身的professional growth 它自己覺得有幫助 那就很多人想要用這個方式來申請金卡嘛 因為它來它不一定是專門只為你工作 它可能是很斜槓 就像那個標題講的一樣 它也同時在可能別的地方有它自己remote 因為現在他們都telework了嘛 對 那這個情況下 我們的救服法就很不適合它 因為救服法它是為了full time來設計的 然後只能單一的雇主做單一的事情 只要單一的雇主 它只要一斜槓馬上就面臨遣送出境的這種可能性 但是金卡它可以up to 3 年啊 而且還可以renew啊 而且還可以就是家人接過來享受健保什麼的 那所以這樣子的情況下 尤其是在covid的時候 那以我理解就是科技部去年Christmas這個修訂之後 很多就是經濟部那個條件還沒有達到 就是你所講的有成年它有學友專精 但是它有點太邪槓的這些人 那就有很成功的例子 那甚至還有一些我還幫忙寫了那個naturalization的recommendation 就是它想要變成also Taiwanese 就是不放棄它的護照 然後也取得我們這邊的國籍這樣 所以我想這條路至少在今年年底之前 這個都是通能 因為它是很特定的為了這個目的來設計 也許可以考慮看看 謝謝 那我最後一個陳情 就是在很多地方政府的那個服務外國外籍勞工的單位 都叫做foreign and disabled 然後我之前帶同事去他就氣得要死 覺得你憑什麼把外國人跟disabled放在一起 希望有機會可以 有時候還叫Alien 就是異形的 異形的 異形的那個字 謝謝 對好沒有問題 這個我會 其實這個也是雙語環境裡面很重要的一點 就是像我們的那個外國人的自然品證 其實它叫什麼Alien 什麼Digital Certificate 對 感覺就是你知道 外星人認證 對很像外星人認證這樣 好像也不錯啦 因為美國有一個Visa叫做Extraordinary Alien 聽起來就很酷 對 但是我想不是所有外國人看到都有相同的幽默的這種反應 所以我想這個我們可以系統性來檢討 謝謝 好 我們下一個問題 同訊科技 有在現場的嗎 幫我們遞一下麥克風 好 大家好 我是同訊科技 那我們是做物聯網電話的 那很高興它是排在第二名 因為呢 我的問題是說 想要澄清的是 新創它到底有沒有年齡限制 因為現在看到一些包括貸款或者補助 它是有45歲的年齡限制 但是像我們這種做傳統類比電話整合物聯網 它需要非常多年的經驗整合 所以它可能是要創業的時候 它已經超過了45歲 所以我就想問說 這有沒有可能是沒有年齡限制 可以去申請這些貸款或者補助 謝謝 對 新創的年齡限制是好像五歲嘛 對不對 成立五年之內 算做新創 但是它就是創辦人的年齡 那這個其實在我2016年剛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那個時候我們社創這一邊跟新創這一邊 其實都被放在一個叫清創的這個Umbrella底下 所以當時創新創業匯報等等 它把青年跟創業就是硬性的變成同一個概念 所以我們現在看到的很多 都是當年青創的那個時候留下來的 那我還記得說 因為我們在燃爐路三段99號 那我的對面鄰居是TSCC Plus 對面本來叫做青創基地 那就是一個北中南都有的一個輔導 也是中期處執行的一個專案 我就有看到這個有看起來 也沒有比我大多少的可能中年的一位朋友 就是就走進來好像本來想要談什麼事情 看到青創基地四個字 轉身就走了 這個其實就是讓人覺得不是很OK的一個情況 因為我們都知道成功的概念 它需要失敗很多次 那失敗很多次最好的情況就是輕盈共創 就是說年輕人有新的方向 但是也有很資深的朋友們跟他一起創業 那而且這個失敗多次的時候 這個青年可能也已經變成資深青年了 所以當時我看到這個情況 我就請中期處去調整 然後後來他們也很快一個禮拜就調整了 青創基地就從此改名叫新創基地 然後網站本來叫青創圓夢網 也立刻就改叫新創圓夢網 那後來當然因為青創總會 不是真的他們可以改的 不過後來青創總會後來也通過決議 也改成叫新創總會 就是創新創業總會 所以我想這個branding我們是有在修正 那但是本來的就是青年創業貸款 或者是像農委會 它青年定義也跟大家不一樣等等 這個是屬於跨部會的 所以我會希望說我們未來就是新創的這一邊 它是只看公司的成立的年數 但是如果是特別在青年的部分 它可能是在青年的參與權上面 而不是說青年就跟新創畫上等號上面 所以我們在2016之後 新的這些東西以我的理解 並沒有再去掐青年的年齡 但是有些可能是2016以前還在執行的 我們沒有去做系統性檢討 我覺得這個我們可以來看看 謝謝 好 下一個TSCC的金洋科技Mathen 來 這邊 主委你好 我想要請問的就是剛才你有提到的說 因為我們新創做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沒有人做過的 那當然我們的人員都是來自於一般的 像電子業的 那很難免他們就會有以前的習慣 就是我分位只做分位 硬體只做硬體 那但是新創的東西其實很需要 大家即時廣益 然後從比較系統的角度來看這件事情 所以的確我們在發展中 遇到很多類似這樣的問題 那我知道您是這方面的背景 想要請教您怎麼去克服這種困難 就是怎麼樣把大家從單槓變成斜槓 增加斜槓的斜率 最後可以變橫槓 那我們的解決方案其實蠻簡單的 像我們在工部門裡面也是這樣 就是每一個三級機關四級機關 他的承辦人對他的業務非常的熟 但是他的訓練讓他不會去採線 就是一個問題如果是結構性問題的話 他只會解決跟他相關的那一塊 對那像我2016年剛進來的時候 處理的第一個案子是電子經濟 對那我們就碰到說文化部說 他等有百年歷史再來找文化部 他沒有百年歷史應該是體育署 體育署說他沒有用到動到全身 他很難想像說這個國民小學的體育 這個上課時間前面半小時大家都去打電競 他沒有辦法想像 那所以他認為應該是經濟部 然後工業局就說他如果是運動員的話 那做那顆籃球或者做球場工業局都可以幫忙 但是從來沒有聽說工業局在管運動員權益這件事情 所以應該是文化部的時候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說 其實這不是只有在私部門這樣 在工部門也有這樣子的情況 那當然我的解決方案也非常的簡單 就是因為所有的公務員下了班就是一般民眾 就是一般鄉民嘛 所以我們那個時候就是把我們的這樣子的討論 整個公佈在網站上 那包含像什麼巴哈姆特 雅虎電競 PTT LLL版 八卦版 我應該還漏了幾個 那都討論 那討論的時候 有當然一下子底下的留言 可能沒有看過就亂寫那是一種事情 但是有時候就會出現一些很專業的人 他可以開始帶起他人討論 類似像是一個 foreign moderator 或者實體的話小桌長嘛 這樣的一個角色 那通常都是第五個留言的 就是專業的五樓 就是他第一個 他看完又可以提出有建設性的事情 那所以當時就很多人提出說 這個圍棋是一種回合制的電競 因為圍棋都已經在網路上下了 所以文化部的圍棋的什麼什麼 就可以比照之類 所以一下子就找出這種有創意的解決方法 所以後來我就學到這件事情之後 我們每次在討論這種系統性問題的時候 好比像是像我們象山之景 象山之景是說大家去爬山 那以前都要分別跟國家公園競爭署 或者是營建署等等去登記嘛 那網站都分門別類 而且誰也不想踩誰的線 那最後就是 我如果是外國人的話 我如果是Alien的話 我還得用傳真 因為那個英語的那個 只有傳真這個窗口 對 那誰也不想踩誰的線 所以我們的協作會議的時候 我們的小桌長 就專門去找有爬山經驗的公務員 但是都不是這些懲罰部會的人 所以就是說他下了班 他就是一般的山友 但是他了解Public Service 他知道這個Domain Knowledge 但是他在這件事情上 他沒有Stake 他不是厲害關係人 所以這個時候他就可以 Hold得住這種跨厲害關係人的討論 所以我覺得具體來講 就是說如果你的就是 創業夥伴也好 員工也好 厲害關係人也好 他也是某些 你的設計的服務流程的使用者 然後把它放在使用者的那個角度 然後看他看不順眼什麼 或者想要改什麼或之類 而不是他正在承辦人的角度 好像他如果指出問題 就一定得解決問題了 那這樣的話我覺得會 一下子大家就會 開始比較很容易集思廣益 就是看各種東西都不順眼了 那這個時候就是透過一些設計思考 KJ法什麼的方式 把它這樣子收斂出來之後 那大家就可以想說 那我本來的所學 可能還不如我用我本來所學的這些角度 去看這個問題可以怎麼樣 以我作為使用者的角度能夠更好 而不是我作為執行者的角度可以更好 那這樣子幾輪像電競那個案子 這樣大概三輪吧 大概就解決了 那我到現在還是覺得說 在那邊留言的那些專業的五樓 可能都是承辦人 只是說他們之前在那個場合 就是鼠官在長官在的時候 他不可能講越界的話 但是到了PTT上 他切換一個網名之後 他忽然用一個一般使用者 一般電競愛好者的身份發言 他就會非常切忠實筆 所以創造這種Pro Social的空間 我覺得很重要 好 謝謝 那我們下一個 是Pick Me Up Denis Denis在現場嗎 好 正文你好 我是Denis 那我的問題就是說 我們其實蠻多新創的產品 然後在早期 就是Early Adapter 他們用起來其實評價都很棒 但是可能 可是在就是 大家都有砍嘛 就是大眾這邊 要怎麼跨過去 那就是 那其實我們現在遇到比較多 我個人遇到比較大的問題就是 大眾 他們對於這個產品的信心度不足 或是他們 比較傾向於去維持現狀 就是不要改變 其實就是最好 最輕鬆的 那有沒有什麼政府的資源可以幫助 或者是說 您有沒有 在您創業過程中 有沒有相關的一些 這類的經驗 可以跟我們做個分享 謝謝您 不過你是 你的是產品類型 還是服務類型 服務類型 接送出手 感覺上像服務 對 它是一個APP 所以就是讓 學校的老師跟家長使用 那我們可以 家長一出發 學校就可以 即時掌握家長的動態 有點像是 Uber的感覺 就是 車子再五分鐘就到了 那把小朋友準備好 車子到了送出去 那就可以解決交通問題 還有 小朋友的人身安全問題 這是我們在做的事情 所以你的 你剛剛說 寧可用本來的輕鬆的方式 那個本來是什麼 Line群組還是什麼 對 Line群組是一個 或者是打電話 就是家長到之前 先打個電話到學校 反正老師也 就是接電話 然後拿個麥克風 全校廣播 叫小朋友下來 對 目前 傳統的方式是這樣 這樣在做 後面那個聽起來是滿方便的 很難贏過這個Affordance 對 那我具體的兩個建議 一個是說 其實Early Adapter 怎麼樣變成Early Adapter 這個非常的重要 就是說 Adapter就是適配器 就是220V的變110V的 那個叫Adapter 我是覺得說 大部分的使用者 他在那個現場一定可以看到 我們 電池沒有指數型成長 它只有Costa 所以 電池沒有辦法解決 對 Anyway 我剛剛要講的是說 大部分我們設計的 尤其是服務型態的 到了現場 一定那個現場的人 會想要客製化它 那尤其像App這種東西 其實真的每個人看都不一樣 而且每個人看都一定有自己的想法 那這個時候 你的選擇是 你要嘛 co-create 就是說 我就是做一個白牌 我做一些to-chain 那但是任何人都可以自己 就是隨便把它 就是customize 就是客製化它 看起來想要的樣子 做出一些adapter來 好比像說我舉例 就是 他可能希望 家長還是用打電話 但是那個打電話 就接到 他不像說語音辨識 或者是接到就是 請按酒 有總機為您服務 的那種東西 那這樣子的話 他就接到你的系統 但是從 就是 發話房的體驗來講 他的體驗並沒有什麼太不一樣 的這種地方 所以這是一個方法嘛 那 另外一個方法就是說 那如果你從top-down 然後再加上使用這些adapter 但你的第一批使用者 其實沒有這種客製化的能力 或這種客製化的做法的話 那另外一個做法就是說 那你幫他賣 他本來的那個東西的痛點的解決 所以 舉例來講 好比像說他的這個全效廣播 他可能會找不到人 這個也許是一個痛點 我隨便亂想 那這樣的話 也許你是專注在 把你的solution放在 他用麥克風 但是不是一定全效廣播 或者是即使是全效廣播 他不需要做額外的事情 in the flow of work 那他就可以一定通知得到 應該要通知到的那個人 所以他就不用改掉他的習慣 如果他不用改掉他的習慣 但是又有額外的綜合效果 那這樣子你一定贏 因為對他來講 他就是節省成本 又降低風險嘛 那有這樣子的情況下 那他有一天就會願意 他腦裡這個就叫行政工作了 那如果他要接額外行政工作 他本來就已經很爆肝了 可能就更爆肝 所以我具體建議就是說 要嘛就是如果他本身有些開發能力 把它enlist進來 變成adaptor的developer 這是最好的 那如果你的碰到老師或校方都沒有開發能力 那至少也是說 那你訪談他 然後用他的痛點的單點解決的那樣子的方式來做 那這樣在教育體系裡面 其實有些行政職的老師都知道 任何東西能夠讓他提早下班五分鐘 他一定都非常非常喜歡 那但是如果他要多解釋 因此晚下班五分鐘 那就算你說攤體來講 可以省五個小時他感覺不到 大概這樣 好 TSCC的Richard有沒有在現場 加密貨幣好 各位你好 我是Crypto Arsenal的Richard 那我們Crypto Arsenal是專注在做 加密貨幣的量化開發平台 並且兼具一個 煤盒和更丹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那我這邊想要問的問題是說 就是近年來加密貨幣它 進展非常的神速 那特別這幾個月 那也特別COVID 那美國就一直在QE 那QE這件事情 彷彿是幫助了加密貨幣 因為很多的熱錢進到加密貨幣世界來 可是呢 但是QE的本質 我個人認為它是一個很霸道的一個做法 因為美國身為一個全世界的輕結算貨幣 它可以任意很快速的印錢 然後到世界上去搜刮其他國家的財富 那所以很多的國家 其實他們把加密貨幣也變成是一個它能夠 保值的一個parking的一個工具 那特別 最近一個很大的新聞就是 美國的加密貨幣交易所Coinbase 它直接上市 而且估值高達680億美元 那我想請問政委 就是說在這樣子這麼快速變動這個產業當中 政府的一些應應的規劃是什麼 那我之所以會這樣問是說 因為我們做這個題目 其實是非常的advanced 非常的innovated 但是我們在台灣卻找不到 人聽得懂 那所以在募資這一塊 在尋求資源這一塊 其實是 對我們來講非常非常的辛苦 那可是我們放眼全世界 這個已經有這些 已經是既定的案例了 第二個要IPO的cracken 也是一個加密貨幣交易所 當然是今年底一定會上市 而且就是直接上市 所以這台灣這一塊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的落後 那所以不知道政委這邊 有沒有一些想法 就是可以幫助未來 做區塊鏈也好 做加密貨幣這一塊的業者也好 可以有一些更好的一個環境 讓我們去能夠發展 這是第一個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不知道政委以您這個 智商180的頭腦 那是升高 升高 請不要以額穿 您覺得就是說 加密貨幣如何來幫助 普惠金融的實現 謝謝 當然第二個其實是seminar的題目 你要我一個半小時回答完 直接就已經是不太對勁了 一個時間順序 那但是我是覺得說 因為我自己現在一面斜槓 在跟Vitalik一起創業 在Radical exchange 那當然同時還有另外六個 就是其他國際的社創組織 那都是合法的 就是都有院長批准 但是anyway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一定要先 先加在前面 對 我們在做鏈權 尤其是做治理的 就是accountability 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是覺得 以鏈權的這個角度來看 台灣其實還不錯 就是並沒有特別落後 可能只有幣權 就是它的金融應用的那個部分 會覺得說那儘管會過度保守 因為畢竟就是你要一個 專門踩油門的 跟專門踩煞車的 然後變成同一個機關 真的不容易 這個事實上是這樣 對 那但是我覺得普惠金融的解決方案 可能主要不是在台灣實現 這個就像我們在台灣行動支付 真的只有它變得比較方便 剛剛講到的 降低風險跟省時間 這個時候大家才去用行動支付 絕對不會是說 因為到處都是假鈔 或者是找不到提款機 而去用行動支付 這個概念是一樣的 所以因為我們的法幣 還算蠻強的 那我們一般的金融服務 也都很accessible 而且像這個儲蓄無助會啊 等等的這種比較低線的走入偏鄉的 這些做法 其實也行之有年 我們有很強的社會部門 那等等 那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感覺上好像在我們這邊推普惠金融 透過加密貨幣來做是繞了一圈 因為我們用傳統的方法 其實已經做得還不錯了 就有點像我們電子支付 其實已經做得還不錯了 是一樣的道理 所以到行動支付的時候 就不會有那麼高的adoption 但是我也很同意說 在其他的感覺到美元霸權 比較嚴重的國家 或它法幣比較弱的國家 或它的infrastructure 比較不怎樣的國家 真的這波我們就看到說 所以我會覺得說 我們這邊可能是當作一個lab 就是我們在這邊 大家都很願意試行的東西 像前一陣子我去那個 就是圓文會的radio 跟馬拉奧斯聊天 那他們當年就是在蘭嶼市那個打霧比 就是說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這種early adopter 他們很願意去當 而且也很願意去找出那個技術裡面的一些限制 一些難以突破的地方等等 就像說之前我有媒合一個新創區 應該是宜蘭的原住民族的一些地方 去幫忙解決當地 還有一些非結核的用AI篩檢的問題 但它最後的出海一定不是在全台灣 因為我們非結核申請率說真的並沒有特別高 它是被帶到非洲 然後在伊索比亞 菲連那邊去告訴大家說 WHO這個一次篩檢六美元 現在可以一美元做到等等 所以我覺得我們如果是要做金融譜會 應該也是同樣一個path 就是找一個很有early adopter 很有實驗精神 但是並沒有skill out的一群人先試試看 那如果發現說這個真的ok的話 那立刻就去這些其實比較需要金融譜會的這些地方 那這個是可能把一個半小時濃縮到兩分鐘來講 大概是這個角度 那第一個部分的話 其實我對幣圈並沒有熟到可以很清楚的回答這個問題 但我的感覺是說 如果我們在好比像說金融沙盒或這些 它都讓人覺得說是照顧它的equity 就是風險的管控啊 這個人民的公益啊什麼之類 社會價值啦 你要證明你的社會價值大過零至少 不要破壞社會環境 那這樣的話它真的只有incremental innovation 可以透過我們fintech sandbox等等的這種方式出來 那真正所謂disruptive innovation 就是真的會讓一些人變得比較不好 但是有那個potential讓很多人未來變得很好 的這種就是你要先從local optimum 就是要先從來的那種 那種disruptive innovation 那透過我們現在這種規劃 坦白來講是沒有辦法 在現有的這個體制裡面執行 那也是因為很多人看到這個 所以未來好像所有柴油門都會 通通集中到術發部去 就不是在每一個部會裡面都有 就是踩剎車的 然後又要變一組柴油門的人 而是說所有數位相關的專門柴油門 而毫無監力的部分的 通通都跑去術發部 所以 nickname叫沙盒部 就是這樣子來的 對那所以我是覺得 這個也是組織規劃上 一個很新的嘗試 那但是因為立法院也還沒有三度通過 而且我們都知道 族改到立法院很可能會被改成 不知道什麼樣子 對所以with luck 如果明年年初真的就是 術發部有成立的話 那確實會有專職柴油門的這個角色 但是以目前這個情況 我的具體建議就是說 那我們可能就是試著找出一個 就是每一步都不犧牲掉任何人的方法 在台灣我覺得才比較有可能 在現有這個管制架構裡面出現 那這個是就是我實際這幾年看到的 跟你分享 可能就是沒有很滿意的回答 不會不會 謝謝政委 那我最後再有一個小小的提議就是說 我覺得政府 當然我看到很多部會都一直在努力 但是我覺得說 對於這種產業速度這麼快 所以真的如果沒有一個真的是很懂的 或像政委這樣子的 那來LEAD 那我覺得最終最終 這麼這個真的是快要爆發的產業 我相信台灣又會落後 又會被甩鍋甩到不知道哪裡去 而且這樣子只會造成我們這些很有能力的團隊 我們只好出走 只好走到國外去 這我理解啦 不過就是說你如果從金管會 就是事務觀的角度來看 因為他們之前 P2P landing也紅過一波 然後最早的那個版本的ICO也紅過一波 對那所以從他們的角度來看 他們其實是在守護大家免於 你知道變成韭菜的那種命運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他們上車踩的也很專業 所以你現在要說專業踩煞車的 其實他並不是不懂 可是他懂的是另外一個方面 就是叫做 Regulatory Tech 或者是Supervisor Tech 就是Subtech Rectech的那一邊 其實他們真的現在越來越懂 你很難要他說 那我突然之間就轉來專門踩油門 所以我們才會討論說 那是不是踩油門專門找另外一組人 來踩油門算了 大概是這個想法 謝謝 謝謝政委 好謝謝 下一個我們TACC的優雅客 在哪裡 好我們麥克風來 好的 政委好 那我今年四十幾歲 那我先回答那個 因為輕創貸款 現在其實還有四十五歲的限制 門檻限制 所以我們最近要帶了 他還沒有改名 他還沒有改名叫輕創貸款 所以說還是有四十幾歲的限制 那剛好我還在這個門檻內 那我今天這個問題是比較屬於 就是整個大環境 因為這邊有八成以上都是 新創團隊或是創業者 那事實上我之前是在 就是電子五個廣大電腦上班 那我後來出來創業 我發現說我從小的同學或是同事們 其實出來創業的很少非常少 那我後來檢討 我發現說是因為成功的期望值太低 然後機會成本太高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問題呢 就是說像比如說二十年前 我們可能剛出社會的時候 那個時候可能不管是台積電 紅海、紅機等公司 就是慢慢載起來 那那個時候機會非常多 那也很多那個時候的新創公司 那後來都發展得還不錯 到現在都建立起一個護城河 那門檻非常高 但是在這二十年當中或是二十年之後 事實上就比較少聽到一些成功的案例 所以當大家要出來創業的時候 發現說可能有家庭要養 那我成功的期望值又沒有那麼高的時候 我又找不出幾個成功案例的時候 那這個時候大家就會比較退縮 那可是相反的不管在美國、在中國 都其實都一直不斷的有一些新的案例 像剛才提到那些幾個在美國要IPO的 都一直會有聽到這些好消息 那相對來講 對於在那個環境下 大家的就是會比較 對大家想創業的人 會比較有鼓舞的心態 那不知道說這個問題 或說這樣的一個環境 在台灣這邊就是有沒有什麼做法 是可以稍微的改善一下這樣的環境 讓大家的意願會稍微提高一些 或是說增加大家的創業的成功的機會 大家再提高一些 讓大家的意願再提高 好 謝謝 OK 你剛剛講的兩個方向 我都很同意 一個是說就是增加成功的機會 另外一個我還有聽到就是成本過高 所以反過來講就是 如果減少每次創業的成本 那這個也是work的 按照道理來講 不管是時間成本還是金錢 這方面的成本 在降低創業成本上面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從政府的角度來看 比較能夠做的 因為我們可以有一個類似安全網 這樣子就是說鼓勵你快速軸轉 現在好像都是翻軸轉 就是只要確立一個主軸 然後快速的轉好幾次 那在這個過程裡面 比較不需要像以前那樣子 新加檔產 那以前可能轉到第三次 就是一個人就已經burn out了 但是現在如果是有一個 讓你在每一次走轉的時候 可以先用零成本或極低成本 好比像說像我二十幾年前 創業的時候沒有 crowdfunding 那所以其實有沒有 crowdfunding 就差很多 那有 crowdfunding的話 你走轉零成本嘛 就是buffet那轉調啊 對不對 那同樣的 crowd sourcing也是一樣 如果我現在發起一個 像我那時候主持盟點這個專案 大家想辦法把各種字典都電子化 其實我們盟點核心團隊 大概四十幾個人 每一個人都是 每個禮拜可能只花 不知道十分鐘到十個小時 來參加 就是大家都是斜槓 大家都是一方面有四次工作 那在另外一方面 又來做這個project 那在絕大部分 我們隨時想說 那大家要挑錯字啊 或者是要去幫忙做電子化 幫忙做proof reading 那全部都開中包 那一開中包 那反正就是鄉民就一擁而上 然後就把問題解決了 那如果發現鄉民沒有一擁而上 就不要說我們該走轉了 這個問題並沒有真的解決到鄉民需要的問題等等 所以這些部分就是 crowdfunding 然後包含這邊對於BD的協助等等 我覺得都是在降低大家的時間成本 然後也是一定程度上面在降低大家的upfront cost 那這部分是我們可以做的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說增加成功的機率 不過也要看成功的意思是什麼 因為也不乏那種IPO之後 然後忽然就什麼都沒有的 那那個算不算成功 這個其實是debatable 那或者是說尤其是2C嘛 2C的他在從A輪開始一路到IPO為止 他要花很多的時間去經營這個brand 那但是如果有看就是像天下那種 專門就是爆隱形冠軍的那種媒體 就可以知道說其實在台灣2B也好2G也好 其實有一些甚至worldwide是蠻成功的 但是因為他不2C 他不需要經營自己的brand 所以就到最後說你到美國隨便問說 你是不是知道這家公司 當然大家都不知道 因為大家不會莫名其妙就打上那個什麼 Power by Trend Micro或Power by APR對不對 就是他沒有這個requirement 因為他根本就不是一家2C的 主要不是2C的公司 所以我會覺得說 如果你的問題是說 怎麼樣增加成功率on all fronts 那我覺得這個政府能夠做得有限 但是如果是說 如果它serve一個social purpose 一個social benefit 那我們想辦法去找到資源 讓它不可能很失敗 讓它可以sustain 但是不一定是2C的那種branding 那這個就是我們社創中心在做的事情 所以我是就我的實際經驗回答你了 那可能也不是完全滿意的一個回答 這樣 好謝謝 下一個我們還是先以TSCC為先 Brett 在 Brett 事務創 Brett 事務招領創辦人 Brett在哪裡 好 這位好 我也是社創中心第二企業團隊 之前跟你聊過 那我做了兩個產品 一個蘇歐跟十五找你兩個產品 其實對於社會的幫助其實都相當的大 那時候大家聊得還滿 但是後來推動的時候非常的不順利 這個不順利我發現就所有的新創團隊也都會有這個問題 包括VC他也會覺得說你做這個土居的題目是一個非常差的導向 那事實上我在推動的時候也發現說沒有錯 我們其實在對政府的各部門之間 因為我的應用可以 佛教育部文化部交通部經濟部很多部師 它都有窗口但是都很分散 甚至他們都會覺得說你這個東西要推非常難 那我問這個題目就是說 我現在所看到台鐵發生問題 我們可以知道說其實政府機關本身有非常非常多的問題 而那些問題的解決在我們新創看起來都有解決的方法 而且都不會太難 只是我們推不進去 那推不進去這件事情 我就想就導出一個大的問號 就是政府真的想幫新創嗎 還是只是邊預算幫新創 如果政府真的想幫新創 新創政府有很好的場域 有很好的預算 不管是在錢或者在地點 或者在我們有很多的行程 不管在POC、POS、POB的時候 都可以有政府相關的單位 幫我們這個東西在台灣現在落地 驗證它是可行或不可行 那可行的話政府也有相當多的預算 可以來採購去應用 幫台灣提升它的智慧化 這些事情我覺得都不是太難 為什麼我們的政府這麼多年來 都好像 不要說沒有幫新創 是把新創拒於門外 甚至 比如說我的事務長女曾經跟某個單位提 提了以後其實 它的門檻就一年比一年拉高 然後後來變成隱異 那這件事情讓我覺得說 其實大部分的政府機關 所以門檻是說資本的門檻嗎 營業的門檻 營業的門檻 好 那這個感覺就是 他們並不是那麼希望 直接跟新創來合作啦 所以我是說政府是不是有一個 在加速器的設置 你也可以設一個 專門做土居的加速器 專門收這些土居的新創團隊 然後他進來以後 做出來的一些創新服務 在各個政府 跨部門的協同溝通 或者是導入 或者是domain knowledge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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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甚至把這些KPI都當成他們政府的政績 那這個政府機關 他們本身就會比較有意願 否則的話 如果在政府 他們按照目前的機制 到了研考會 或者各部 各執行 執行市 呃 直轄市的研考單位 去訂出相關的規範 然後再到各個單位去說 好 我要請你們一定要按照法令來做 然後按照法令的服務 是由哪些企業提供 這整個流程太長了 我們心想大概都死掉了 好 這也是 呃 給您的建議 那另外 我另外就寫個題目 在後面 我想說 我想說 插播一下 插播 對 工商服務 就是因為 政委在這兩年 日本非常的紅啊 那我2019年 其實我們有跟工業局到東京去做 做這個新創的交流 那我是帶著我的事務長領服務過去 然後他們對於這個服務在東澳 其實是非常可行的 只是後來東澳 東澳就蒸發掉了 那蒸發掉 但是 呃我的意思是說 政委在日本這麼高的人氣 呃所以 有沒有可能說 在疫情過後 我們來組一個團隊 喔 就專門帶新創團隊 一起到日本去拓銷的 那我相信 呃 在日本的媒體 或者是各個單位 有您 領軍的情況之下 應該 應該各個企業 或者是 他們的政府機關 或者是媒體 都會 都會很快的 呃願意 可以跟我們這些新創團隊做更深層的交流跟合作 是 後面這個的話 其實你可以看那個Who's Call的操作 喔 Who's Call他 呃在我們之前口罩實名制的時候 主動貢獻 呃因為我們當時有個痛點嘛 就是說我們一宣布說口罩實名制 真的一瞬間就有人接到詐騙電話 然後真的那個詐騙真的非常厲害 他等於是大概30分鐘之內就想好腳本 然後對 然後就一堆人接到電話說 喔這個我們是疾管署 這個你剛訂了e-mask 然後現在要什麼 要退錢什麼東西 對 這真的很厲害 對 因為大家都是集中在同一個時間去訂嘛 那所以他隨便 他完全沒有任何個字 但他隨便亂call大概就會中 對 那所以真的真的蠻厲害 然後所以當時Who's Call就很主動的來說 那我們就不管是發簡訊的 那我們當然 立刻請那個1922跟那次總裁說 這個e-mask絕對不會打電話給你 只會發簡訊 然後我們就把發簡訊的號碼 放到Who's Call的白名單 那後來也在他們的提議之下 現在e-mask都只會用 好像1918吧之類 反正這種4碼的當作簡訊發話方給你 那因為我們一般發簡訊一定都是10碼 所以這個4碼一定是真的 這個都是蘭勾勾的意思 所以其實Who's Call幫了很大的忙 那然後後來就是他們有來社窗找我 然後但是他們就很專業 就是自己在那邊拍我肯定他們的 剛剛這段話 然後後來他們就自己發了一個新聞稿 然後附上照片什麼之類之類 因為他們現在要在日本拓銷 真的很有用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不一定要實體去日本 數位就是可以投影 所以我是覺得有些投影的方法 可以想一想 可以想一想怎麼做 那當然現在到底日本或就是全世界疫情什麼時候過 其實現在沒有人知道 所以當然我自己個人有意願 但是也要看外交部怎麼想這件事情 所以我是覺得如果有數位的方式 現在有數位的方式 那另外一個剛剛提到這個2G的加速器 那最好是新創的這個提案 直接變成首長的KPI對不對 這是最好的情況 那這個其實是有 而且這個加速器去年就在這邊run 就是總統被黑客松 那總統被黑客松其實就是土居的加速器 那每年我們會選10個優秀的團隊 那去年好像是24個接受就是跨域的媒合 那到底是哪24個怎麼選出來 其實是靠所有人去用join平台登錄 然後用平方投票法投出來的 所以投出來的這24個就會接受媒合 那媒合有些成功有些不成功 那10組總統都會自己聽簡報 那最後選出5組 那是沒有錢的 但是還有一個獎盃 獎盃就是一個投影機 投影機一打開就投影出總統 就是升主牌這樣 那然後投影出總統頒這個獎盃給你的畫面 非常的Meta 那所以在這個獎盃的意義就是說 你花3個月不管做了什麼 那我們就把它像是總統政見一樣 一直列管到它變成國家政策為止 那所以這個是總統的黑客松 就是用土居加速器的目的了 那像2018年當年的就是得獎的案子 到現在全部都是公共政策了 然後其實我們的落地率非常非常高 那像現在大家可能還記得的 好比像說蘭嶼的那個直升級 就是護理師墜毀的那件事情嘛 那那一隊當時就組了一隊叫零時差隊 沒有時差的隊伍 那他們就現在是包含離島偏鄉 現在行動的這種遠距醫療 當時還要修法 因為護理師在遠距的醫師的指導之下 當時是不能做任何Diagnosis 但是因為他贏了總統的黑客松 所以以前要拖很久的 就是內政部因為他們管持升級 那還有衛福部的主秘 本來不是就是那麼高的priority去開會 那他們只要把獎盃一打開這樣 他們就說明天就去開會 派部長的時間 那所以瞬間我們的那個儀式法 什麼都修法成功 那所以現在其實偏鄉的護理師 才真的能夠贏得當地的信任 就是因為他可以在遠距的 轉科儀式的指導之下來做處置 而不是說大病小病都要後送的這個情況 還有很多啦 柯法基金也支持的一個 他們模擬高雄氣爆 然後說如果在救護車上面 就可以直接把生命真相送給附近的醫院 然後而且可以做一些routing的話 那可以省多少時間 大家不用一直打電話等等 那可以就是拯救多少人命 那這個現在柯法也撥下去 事實上他們還贏了一個什麼公務員 什麼優秀服務獎之類的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確實有在做這個土居的加速器 但是我們的吞吐量 坦白來講以中央的角度來看有限 所以目前每年就那麼十對是媒合成功 然後五對是保證落地了 那但是我目前看起來各個地方政府也都有 因為他們輸任不輸政 就是說都不想要輸總統被黑客松 那所以他們有的贏了之後 他們就會去自己辦自己的 就非常像 那總統被黑客松的預選賽 那我們就看到說 尤其是資訊相關的技術 在最近越來越多不是研考會 就是負責踩煞車或離合器 現在沒有人踩離合器的那個單位 而是它的資科局或資訊局或智慧局 現在有很多名字啦 那就是專門才有我們的那個 相當於我們即將成立的 書法部的那個單位來organize 所以我具體建議就是說 如果你的solution是 就是municipal based 那其實可以就是專門在某一個特定的 你特別熟的縣市政府的負責才有我們的那個單位 讓它變成它的KPI 那因為你只要有一個 然後再加上中契處 這樣子你就可以進行共同供應企援 因為有兩個都願意採用你的服務 那中契處是就是 這是它的KPI 所以應該沒有問題 對 那但是它是要搭配一個地方政府 那當然如果你的做法 你覺得真的全國都值得採用 那你也可以越級打怪 就直接去報名總統的黑客松 也是大概下個月吧 就會開始報名 這是具體建議 好 謝謝 那我們先以TSCC的提問為 有閒 但是在還有幾題就會亂玩 我們還會照這個PTSCC的順序 現在3點50嘛 所以我們在10分鐘保留名額這樣嗎 好 OK 好 那下一個是米可 米可這個我們已經 這個非常有意思 這個我們已經跟他就是解釋過了 所以這個應該還好 米可應該現在提問可能 還OK喔 因為我去大學演長常常都這樣 就是第一名的是 為什麼學校要拖掉我們的摩托車 我怎麼會知道 我怎麼會知道 好 那我們是不是下一個探心 探心的正宴在現場嗎 好 是 那曾偉你好 我們是做那個循環經濟程式採礦 那雖然說政府很常推暢說這個循環經濟很重要 可是我們在拿經費就是拿不到 特別是我們的議題可能不是目前的主流 比如說大家現在創投他會投的都是什麼生技啊 或者是AI啊 那像這樣子我們可能是未來的趨勢 我們走的是環保 就像Elon Musk他剛開始電動車出來的時候 他一開始人家就會覺得說這個還很遠 那要怎麼樣才能夠讓非主流的產品或是未來的趨勢 在現在就開始發銷讓大家注重 可以問一下什麼是程式採礦嗎 就是像我們手機裡面都會有一些貴重金屬 像是黃金 那Apple他們做的就是把iPhone 11的黃金回收做成iPhone 12 對 那我們就是開發一個新的材料 然後讓他在程式採礦的過程當中比較環保 然後也比較簡便這樣子 我們的產品就是一個材料 然後讓他在整個回收過程是比較環保的 那因為是環保 但是你的客戶是2B 對 2B 就是做這個循環的 做程式採礦的客戶 的人 那如果運用你們的材料 他的回收率比較高 回收率比較高 然後也比較環保 OK 對 就是可以減少空氣汙染 但是現在大家可能就不會覺得說 可能空氣汙染或是什麼 這個 CO2碳排問題可能是還很遙遠 所以他可能就會採取比較便宜的做法 對 因為碳定價還沒有出來 對對對 所以要怎麼樣可以讓我們這種 還不是主流的產品 可是我現在就需要開始投錢去研發 可是我就是要不到研究經費 我覺得斜槓在這一點上滿有好處的 就是說 像之前我受訪常常穿一個 直條紋的那個衣服 那個 因為有人就會問說 為什麼穿這個 有點像霍格華茲 什麼武士堡什麼之類的 那我就會說 沒有 因為這件衣服是 什麼十幾瓶 寶特瓶啊 五杯咖啡的咖啡渣啊 等等做出來的等等 但是那件有點厚 所以我就是最近有換成另外一個 完全用回收的牛仔布做的衣服 但是概念都是一樣的啦 那我會覺得說 這些品牌它本來真的很難 穿透到2C的那個市場 他們就是專門做2B嘛 就像你現在的這個定位 但是因為這些品牌都不約而同的去找 像不管是訪託會還是其他 專門幫它媒合一些設計師的這些平台 那他們也真的找到說真的還不錯的設計師 那所以它就變成Fashion Item 其實Fashion也不真的是2C 它只是一個 就是品牌的能見度的提高的一個方法 但是它就改變了它的定位 那就變成很多人會願意把它當做 類似像地位財這樣子的東西穿在身上 因為自從疫情之後已經不流行炫富了 炫富是bad taste 大家不會容忍Instagram上面炫富的事情 因為全球疫情都很慘嘛 那但是如果你是炫耀的不是你個人怎麼樣 而是說你的穿著打扮行為等等 幫後代子孫存了多少錢 就是永續 那這部分這種show off好像還在可以容忍的範圍裡面 就是大家還是覺得說那我做了什麼行動 像有一個社團就叫不素之客嘛 塑膠的素 那大家就會show off說 就是我採取了什麼行動 又減少了多少塑膠 這個進入海洋什麼之類 這種show off好像還可以 那像這種就是很需要 我們叫social design 就是找一些設計師來讓你的這個品牌的價值 是大家都願意像一個hashtag一樣幫你傳播的 那有一個call to action 那但是當然就是說所有參加病痛挑戰的人到最後多少人真的是當建東人協會的志工 這個funnel可能conversion rate沒有真的很高啦 那但是至少就是他可以把那個倡議讓你就是以前要等法規 對好比想要探定假才能夠做得到這些東西 才能夠做得到這些東西 因為大家的就是公眾壓力 然後讓立法委員也好 讓縣市議會也好 讓我們做國貿的朋友也好 他不得不早一步來面對這個問題 那他如果在大家的壓力就是 好像歐洲很多人禮拜五不去上課的那種壓力之下 他就是早一步處理的話 那你就早一步進入一個就是不再是niche 而是非要不可的那個情況 像我們之前有輔導過那個配客家 配客家也是一樣 他就是透過群幕 然後透過一些大家現身說法等等 那本來是環保署非常obscure一個政策 就是網購的包裝4%要換成循環材 那但是因為他找設計師就弄成一個好像很時尚 市場也很時尚的這個東西 那所以就會變成說突然之間 大家覺得10%不夠 然後造成一種社會氣氛要更多要更多這樣子 所以我會覺得可能還是去找做social design 做interaction design的這些朋友 討論一下你的2B的活動裡面 有哪一些是我可以show off的 就是我剛把一個手機在最環保 最節能最減碳的情況下 可以把回收成為另外一個手機或之類的 那這個我如果能夠打卡 能夠自拍能夠怎麼樣的話 like literally 如果我能夠這樣子做的話 那或許也可以有一些能見度這樣 好 謝謝 那我們是不是還有一個 再回答一個TSC的問題 我們就照順序 好 InnoTech Gems在現場嗎 好 鄭偉你好 那我們知道台灣GDP主要是靠那個出口嘛 那我們要做硬體新創要到進軍國際市場 是不是有一些建議跟策略 那因為像我們在做新創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知道同樣產品 如果在美國我可能得到政府補助 或是craft funding是100萬 那台灣也是100萬 不過他們是美金機價 所以就30倍這樣子 那在新創的因為你要進軍國際 如果是硬體一定要有專利嘛 那專利部分在10年還20年前 就是clang20項縮減變10項 那之後就加費嘛 但我意思說你要做國際化的產品 要競爭一定要有專利的保護 尤其每個國家就是一個獨立的屬地主義嘛 那這個可能會花費新創很大的錢很大的資源 而且這個又是新創一開始就會面臨的問題 你沒有佈局好專利 你不可能跟VC談 不可能去募資什麼的東西 但是這個成本對新創來講是非常高 那如果是是不是能夠政府能夠針對這樣 如果他的產品是可以解決社會問題 或醫療問題 或是世界共通的問題 然後他能夠給政府 可以給他早期的一些資源 資金或是補助之類的 那像如果開發到後期 中後期 他產品有個MVP出來 那他能夠證明他的產品 比國際上的一些競品更優秀 那是不是有後續的一個接續 補助他開模 或者是直接進入到國際的一些 Marketing的東西的部分去做 或是建立Brading 國際品牌或行銷後續的部分 那像台灣的新創要走出國際 其實是真的滿辛苦的 就像兒書神像大廠也是打得很辛苦 那是不是台灣的新創 如果要做一個品牌 比較困難 是不是乾脆就給他們貼牌就算了 就是你的經驗 可是你craft funding 為什麼你不去 像不像說Kickstarter上面 對 這個是有考慮 但是我會說 在初期研發那個階段 你還沒有一個MVP可以做craft funding 這個Kickstarter上面很多種 對不起 喔 OK 我的意思是說 我會說 也要看你解決的那個社會問題 說明多簡單 如果是一句話就可以說明完的 那就算你在最早POC 很多人就直接上Kickstarter 因為它沒有什麼溝通成本 你不需要說服大家 這是值得解決 大家都已經等這個解決方案很久了 對 那這個時候當然accountability就很重要 就是你每一步 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一定要跟厲害關係人員溝通清楚 但是這個應該就是 只要英文程度還上課的話 應該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所以我一向都是推薦說 如果你解決世界性問題 就應該調度世界性的資源 絕對不是等到 你已經全部都已經POS ready了 才開始上Kickstarter 而是第一秒鐘就要上Kickstarter 但是我不確定 你的題目是 這種一句話就可以解釋的嗎 應該是可以 但是 因為有些craft funding 他可能用影片來解決問題 但是他東西還沒有做出來 但是 簡報送啦 這個我們都知道 對 但是我們可能沒有那種想法 我們想說是真的證明自己是真的 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 或是比競品優秀 對啊 我們可能比較保守這樣子 對 還有一個就是專利的佈局部分 因為像 硬體產品一定要很多 各國的專利佈局嘛 那個費用其實是蠻高昂的 對 那我意思說 為什麼我在美國創業容易成功 因為那邊的funding募資容易嗎 Funding rates比較容易 那台灣就比較困難 還有在台灣你要跟VC談 那他看到這個產品 可能是國外或是不是那麼明顯 明確的大size market 他可能就保守一點 所以 這都是從台灣出發會比較困難的地方 對但我的意思說 有很多所謂美國的所謂VC 其實現在人在台灣 因為COVID的關係 對 那這是一個現實就是這樣子 就是如果有國籍的好像25萬人嘛 去年那沒有國籍的 光是拿金卡就兩三千人 對那我是覺得說跟這群人pitch 跟國內的VC pitch是完全不一樣 事實上 之前我有個觀察就是 你越會往其中一邊pitch 你就越不會往另外一邊pitch 因為這兩個是互相取消掉的 一系列價值觀 就是如果要說那邊是敏捷的價值觀的話 那這邊就比較waterfall 那那並沒有好壞 事實上就是文化不同 對 所以我會覺得說 就好比你剛剛聽起來 對於這種非常敏捷的 本夢筆的這種東西 就是個人可能有一些 美學上的一些堅持 這個是非常棒的 有道德的一個做法 但是我會覺得說 或許真的可以找不是貼牌 而是某個co-founder 就是他理解你的產品的價值 但是他是很擅長去用 比較敏捷的那種方式去pitch 因為那邊並不是說要說謊 而是說 我覺得有多少多少趴的可能性 這個真的是一個 比較好的解決方案 我說過大家的錢發現不是 那我給大家一個交代說 為什麼爛掉 那大家也不會覺得我騙了他 因為我真的有交代為什麼爛掉 而且又走轉到下一個 那他的周期就特別短 那因為你要申請專利 尤其要變成有真正防禦意義的專利的話 你這邊還是要一直試到 他真的是比較好的 那不然的話 人家隨便就繞過去了 所以我覺得 在聽起來 你現在這個stage 而且如果是解決 真的是全世界性 一句話就可以講的問題的話 我覺得還是要早一點 去用這種agile的方式 跟外面接觸 這可能是跟angel這種 對 就是或者 因為這邊是TSC plus 應該不罰這樣子的資源 就是我覺得主要還是要 調整一個版本的pitch 就是國際館 就是如果 就像我剛剛講的 就是說 如果你的idea 一句話就可以解決的話 那拍影片把那句話 講成大家都會就是賺人熱淚 並不是說你的產品一定比競品都好 而是說你可以把這個值得解決的問題 表現得比大家都好 那從某個角度來看 你也是在inspire更多人 加入你的這個創業的生態權 也不一定是一定要買你的產品 所以就是說 這種概念上面 概念先於產品 概念先走 那有些人看到概念之後 他覺得你的產品不fit 也不一定是你的產品不好啊 說不定是他 當地有一些特殊需求員的產品無法滿足 那他就可以跟你join venture 可是如果你一開始 只賣這個產品的characteristic 那但是他那邊 因為某個原因 沒有辦法跟你共創 那但是他又沒有被你的這個傳教感動 那這樣他就不會跟你join venture 所以我覺得這個理念先行的這部分 可能還是要有一定的資源去做這方面的事情 那可能是花你的時間 可能是找一個co-founder 可能是找一個有這個sense的angel 但是這步我覺得早走比玩走好 那就算早走去Kickstarter 發現不是根本沒有人理你 這個也是很棒啊 這表示學了一個就是教訓 而且其實沒有成本 好了解 謝謝 好那我們接下來半小時 我們以順序來回答 好 那下一個是青年會William 回到民主的正題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之前上班場是校友會 各位你好 很高興又再次見到你好 我是新創青年會的William 對 那其實今天在座 我們有四大青年會 掛紅色牌子都我們青年會的好朋友 當今有講究四十幾位 因為你以及我們Gary 王博士霧名而來 那我的問題基本上就是 我本身是做了神奇醫療 那因為透過這疫情的關係 其實全球大家都知道 台灣的醫療的制度 跟整個做防疫的整個配套措施 是做得非常好的 但是我想要請問一下主委說 針對這樣子的 整個台灣的醫療資源整合 跟政策下面 政府一直提倡說要做遠端醫療 或者是AI大數據醫療 但是都沒有任何突破 是不是因為在法律的一些限制束縛下 導致這些新創 針對醫療產業這方面是有一些限制 可是遠距醫療 今年開始健保幾副啦 我剛剛在車上才在測新的健保快一通 已經有虛擬健保卡啦 所以顯然 那我講的比如說像Livestreaming 一些線上的問診 其實在歐美國家 其實都有開始做一些 有一些動作跟進度 那其實台灣其實在資源這麼豐富 醫療資源這麼豐富 跟密度這麼高的情況下 大家要去看醫生 或是要去看去醫院 都是非常簡單的 相對跟歐美國家比較的話 費用跟負擔上面 都相對來講簡單 輕鬆很多 那我的問題是說 是不是在新創產業這塊 有一些突破在針對Livestreaming 或者是配送藥物 在外面因為法律的限制之下 沒有辦法做一些突破 那如果這方面是不是 政府這邊有一些突破 是有些機會點 去做一些新的一個模式 那我的問題是說 是不是有機會去跟政府 做一些妥協 或一些政策上 法律上的一些調整 那不管是醫療產業 或是其他產業 可能都在台灣的法律 比較保守的情況下 沒有辦法做一些突破 那是不是有一些機會點 可以跟政府做一些溝通 或者是有機會去做一些 法律上的調整 謝謝 謝謝 之前中企處有另外一個案子 就是Sandbox ORGTW 俗稱一般性沙盒 就是有別於金融的 或者是5G的 或者是無人載具的那幾個 那幾個是由法律來定的 那這個一般性的就是 其實新創也還不知道 我到底踩到幾條紅線 那中企處就幫忙去搞清楚 到底踩到幾條紅線 所以我在Sandbox的那個案例裡面 有處理過蠻多你講的情況 一個是Far Hux 就是名醫遠距抱抱的那個團隊 那他們是心理師 那心理師的特色是說 他不用特殊的器材 那心理師法也只是說 他要在一處職業登記 他並沒有說個案 一定要在同一個地方 所以他完全不需要動到法律 他是純interpretation level 就是只要主管機關 踩煞車的力道 不要踩那麼用力 就可以了的情況 所以是所有的這些情況裡面 最容易的一個 因為他對於器材的要求 稍微比較少一些 對 那這個後來也協調的蠻成功的 也有就是地方的政府願意 來當這個Sandbox 那前兩天才有另外一個 也是就是好像是做 同伴動物的託鷹服務 代託服務 Anyway 不是託鷹 Anyway 你知道我來講什麼 對 那但是那個其實也很有意思 因為兒少保護法裡面 對於就是居家託鷹 有很明確的規定 但是動保法裡面就沒有 那沒有也不是說不能做 那只是說一定要有一個地方 政府出來說 那我覺得說你intern在家實習 或者是線上看影片實習 200小時就已經算是實習 同樣的它也不是要改法律 它也是一個interpretation level 就可以做得到的事情 所以我覺得你這邊想說 法律不及科技進步的速度 可是你如果真的拿這個問立委 立委就會說這是母法沒有限制 所以一切都是在那個執行的那個人 怎麼解釋母法的那幾個字的那個意思 那所以我們後來就歸納了一個 很簡單的解決方案 就是說你去看那個 尤其是地方縣市的主管機關 他的痛點是什麼 然後你pitch的方向不是說 這個可以創造多少產值 因為他說真的 比較care的是 這會浪費他多少時間 所以就是說 你有一個非常非常MVP 就是非常非常minimal 但是他解決他的一個或更多的 承辦人本人的痛點 所以讓他覺得說 在談KPI之前 我先省到時間 我先降低一點點風險 那這個東西是可行 它就產生一個先例 那我們只要有兩個地方的先例 中央就可以 就像剛剛共同供應企業一樣 中央就可以做一個新的解釋 那主管機關就可以說 你看這個縣跟這個市 試過都沒有問題 所以可見這個沒有問題 然後之後你就有一個全國性的 可以翻盤的這個機會 那這一套當然 當然中夕出的沙盒 有的時候也不一定 總是認識正確的主管機關 那這個時候就會來找我 我就會盡量幫他們忙 那但是我是覺得 你剛剛提的這幾個 感覺上他的母法好像都已經改好了 所以接下來只是說 你要提一個 讓大家感覺有社會價值 而且又不會讓承辦爆竿的 那種實驗計畫 那只要一有 我們就可以像FarHawks 就是行李師那樣子的做法來做 那有一些我也很坦白講 他其實是地方也願意放鬆了 但是地方有別的勢力 在那邊lobby 說不行 好比像說你如果遠距 就可以做某些事情的話 那本來在地方的診所 他在這邊如果沒有stake 沒有角色的話 他會被邊緣化呢 是不是都是大醫院 在做遠距服務呢 這個是很多人的concern 那同樣的你如果可以跨區送藥的話 那本來的社區藥食呢等等 那所以這個時候 如果你跟承辦人說 沒有我們已經跟地方利害關係人 已經談好了 他們在這個情況下 可以做margin更高的事情 那我是承辦人 立刻就讓你過 但是如果你完全沒有提到這些 其實承辦人非常熟 他隨便就會想到的這些利害關係人 但你的申請書裡面一個字都沒有提到 那他就會拿一些申請書去問他們 那這個時候就可能半年過去 一年過去完全駛成大海 那就是因為這一部分 還沒有找到一個就是雙贏的策略了 但是我是覺得數位 它真的就是可以幫所有人一次省成本 而不是像以前類比的方式 都是所謂辯明大家省一小時 結果就是公務員爆乾一小時的那種做法 所以只要是往這個方向去設計 我覺得我們目前的法律應該是在 只要該解釋就可以有這個範圍這樣子 大概這樣回答你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個那個開藍茶 謝可洛在現場嗎 這個非常有意思的 非常有意思的問題 哈囉 正偉你好 我是開藍茶的可洛 那個就是我想要問一個關於 比較像是心理素質的問題 對 就是我們其實我們 我是住南投 那就是從小在山上長大 那因為這個品牌的原因 所以就是現在開始要 我相信現場創辦人一樣 很多就是自己在創業中 但是會有一個問題 就是我剛剛查了一下 就是像我一樣是個性 就是內向者的人 大概占百分之三十到五十 那我們又是唯一一個 可能唯一可以做這件事情 就是對外溝通的一個 唯一一個的角色 那我想要知道 就是第一個就是 心理素質 我們做這樣事情的時候 我們要怎麼樣去讓我們覺得 好一些 不要有太多人群恐懼症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假設真的在三五年之後 想要退出 就是在幕後 可以做這樣的品牌的話 那要怎麼樣去佈局 謝謝 謝謝 人多到一個程度也就 都是看起來就像西瓜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就是大廠 有大廠的準備方法啦 那之前我也有一些 公共創業夥伴也有一樣的這個情況 那我們就真的是用VR 就是因為有一個 Public Speaking Simulator 就是你只要一袋上 就是全場的人在那邊鼓噪拍手 什麼之類之類 那這個叫減免嘛 就是Desensitization 因為我們腦裡就是一直都有一些 這麼多人他的目光放在我身上 一定是就是我做了什麼不得了的事情 接下來可能就會被就是出征 like literally 對就是這是人類演化出語言之前 就有的一些回路 但是這個也有很簡單的解決方法 就是多模擬 模擬完之後 腦裡會有新的長期記憶 就是原來這個 like literally 在VR裡面千夫所指 但是我也沒有怎麼樣嘛 對 那就這樣子的話 腦袋多一點這種記憶 那如果那一天又有睡狗 就是有睡到八小時的話 那之後你再碰到類似情況的時候 它的那個情緒反應 就會連接到不同的地方去 那所以這是實際上真的很有用 就是叫CBT啦 因為你問心理素質 所以我用心理素質回答你 但是如果這套就是 你試一試發現 也就是不管個性上面還是怎麼樣 就覺得說 那我不想要當就是 對外一直溝通的這個角色 也有很多founders是這樣子 那我覺得在現代有個好處 就是說你不需要真的面對人 像我每個禮拜六都要批次看讀稿機 然後錄下一個禮拜 所有的開幕致詞 那所有的這個演講 所有的這些 有些還浮空投影 有些機器人 有的是大港開唱 對 總之他就是說 大港開唱我沒去 我就是 我就是 就是錄嘛 那錄影之後 我就CC授權 拋棄掉著作財產權 肖像權 那閃鈴就拿去remix remix到他們的那個裡面 但效果也還不錯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把自己變成類似VTuber 那把大概關於你的這個就是講話的方式啊 聲紋啊什麼東西這些都是可以建模 我在XR Space有一個模 還有Fidelity有一個模 大概都有很多這種3D建模 現在也很便宜 那所以事實上是真的很容易 如果你只是要出2D的話 你用Face Rig或什麼 再加自己這個錄一錄之後 那之後就是你不管要講什麼 大概都可以合成 那個這個不叫Deep Fake 因為你授權它 所以不能叫做Deep Fake 但是你就可以少很多這種完全是宣傳性的場合 你需要面對人的這個狀況 那如果是就是一對一的場合 其實有些introverts 其實一對一反而是很自在的 因為它可以把旁邊的人都排除掉 所以那像我在接很多這種Fireside Chat啊什麼的時候 我就會特別說 你要我一個人對著螢幕講 一個小時我做不到 但是如果你找一個sympathetic moderator 那我們Fireside Chat就就聊 那聊完之後 他可以把它那邊全部剪掉 就剩我在講話的這部分 然後當作影片送出去 那也是很OK的 所以我覺得有了線上之後 你真的可以demand很多要遠距 那遠距的話 反正也沒有人知道 就是你在螢幕的那個鏡頭底下 其實是提詞機啊什麼之類的 就是有很多可以自己安排的這個方式 就可以讓自己好過一點了 以上 好 謝謝 那下一個TSC Combo一創 好 孟楚在 好 這邊 你好 真偉你好 我想提的問題就是說 作為一個把產品另外要開拓到 國際市場的一個新創公司來講的話 我們其實在我們Team的時候 有碰到這樣的一些問題 那我想問說 你知不知道有沒有什麼平台 或者是渠道 或者是方法 可以讓我們就是說 去找到國際人才 就是說 可能不見得是 如果是在台灣有一些工作 就是基本上 有一些工作經驗的國際人才 不是說非常fresh graduate 的那種 等我一下 不好意思 鬧鐘響了 好 OK 我想有兩個角度來回答這個問題 一個是說你說要有一定的工作經驗 意思是說他人要在台灣嗎 就是他叫Fortai嗎 還是你要找的是 或是在其他國家的類似你的 相似或 reseller 的角色 不設限 我覺得只要是他有工作經驗 他不管在不在台灣 或者是人在現在在國外 但是至於說他要怎麼來台灣 或者是在國外工作 什麼都可以 那來台灣要用什麼方法解決 這個是之後考慮的問題 就像前面其實有同學 就是有類似的提問 但是我現在主要的問題是說 我們可以從哪裡去找到這樣的人 不是說 因為像以我們公司來講的話 可能用了104 或者是說 也甚至有用了Head Hunter 或者是就是說用各種方法 那我自己本身用LinkedIn 就是LinkedIn 對 我自己本身用LinkedIn 我現在整天都還會接到LinkedIn來說 我們在開發一個好棒的加密APP 你要不要參與 對 我自己也是 就是我自己有用LinkedIn 然後最近也有通過LinkedIn的方式 找到這樣的人 但是 因為你也知道 新創團隊有時候就是 我們就是拼速度嘛 那到了拼速度的時候 我們希望說 因為我發現找人真的 我覺得 那個程度真的很長 對 就是說有沒有什麼更好的方法 或者是能夠讓我們 就是能夠找到一些比較 真的有國際性的人才 但我的意思是說 如果你是拼速度 表示你已經很明確知道 你要那個人做什麼 對啊 那如果這樣的話 感覺有點像找Contractor 或找廠商 那就不一定是找Staff 我剛剛想要問的那個切入點 就是說 你是要找跟你的Culture Fit 而且想要變成Permanent Team 然後就是一起成長 五年十年的那種 還是說 其實你現在就是有一件事情 幾次要做的那種 所以聽起來是前面這個 對 前面 前面這個的話 其實沒有捷徑耶 而且我覺得捷徑很危險 那捷徑很危險的意思就是說 一般的Head Hunter 他當然可以幫你就是 就是你不管定什麼Criteria 但是是不是Culture Fit 說真的Head Hunter 沒有辦法幫你 幫你知道這件事情 所以一定就是要有一段 就是嘗試磨合這樣子 而且說不定反過來 你被他的Culture改變 也是有可能 尤其是在國際上面 對 那就是很多 我們駐外人員都會說 去了可能第三年就 Native 就是他不太確定說 他還能不能捍衛本國的利益了 因為他已經就是被帶過去了 所以三年之後要掉回來 Anyway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Culture Fit這件事情 我覺得不如你timebox一個時間 就是說 你就一開始就告訴對方說 我可能有 好比像說 兩個月或者三個月的時間 那我也不會硬要說 你這兩個月三個月一定deliver 什麼了不起的東西 但是我們一起來參與Strategy 或者是我們一起來 如果你是本來就有工作經驗的話 很可能對於這個題目你已經有一些想法 所以就是把它當作 當然不是co-founder 但是當作一個stateholder 這樣子去recruit 那這樣子的話 你就算是透過headhunter 你也不會send一個mixed message 好像你又要有集戰力 但是又是要白頭寫了 這個真的不容易啦 說真的 那我覺得不如把那個集戰力部分 稍微放緩一點 然後有一個timebox 然後就說 那我這邊只給一個high level strategy 那這個strategy 沒有什麼tactic 那我給你一個月兩個月 看能不能變出一個tactic來 那我覺得這樣子的做法 雖然乍看之下好像比較花時間 但事實上比較能夠知道 是不是culture fit 因為任何人 如果你down到micro manage tactic level 每個人都可以說他做得很好 而且你要花很久才能知道 其實他適不適合繼續走下去這樣子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下一個 France Cole 陳釋迦 釋迦在嗎 這邊 來 很哲學的一個問題 鄭偉你好 我叫陳釋迦 不是艾卡拉那位 是 那位我認識的 好 那我大概十幾年前開始 就是一直要做AGI 就是Artificial General Intelligence 然後從神經科學 數學 然後程式設計 然後 維根斯坦哲學 然後商業等等 都有在 都有在碰 那總之 但是那不是我現在創業的題目 因為我覺得那要很久 對啊 現在算力根本還不夠啊 是不是等一下量子電腦之類 那總之 那個不是我現在的題目 只是說 過去我一直在做這件事情 那 那現在問這個題目其實 我自己是有答案啦 應該說 我的答案就是 就是 要先建立成績 或者是讓別人看出潛力 對 這是我自己的答案 但是我還是想聽 政委來 來討論這件事情 因為就是 因為我雖然講說 窮 不管是貧窮啊 或是成功啊 或是健康啊 這一類的 其實我並不是抱著什麼 憤青或什麼的想法 我覺得世界本來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並不覺得什麼 就是 貧富差距有特別的問題 那 社會流動之類的 或是 這一方面的事情 我認為是因為 整個社會需要流動 那它是為了反脆弱 就整個社會有反脆弱 而不是為了所謂正義之類的事情 我只是 享受我的想法 好 所以即使我對這個問題 有自己的答案 但是還是想聽 政委的想法 OK 這很有意思 我是覺得 我剛剛一直很強調說 數位不止一位等等 其實就是想要有一個觀念 想跟大家溝通 就是 在以前的世界 一個人拿著麥克風 一直講的時候 那真的需要真正意義上的分清 才能夠從我的手上 把麥克風搶走 對吧 那但是現在因為有像 Slido這種系統 然後有寬頻作為人權 大家都有手機 QR Code 大家都掃得到之類 所以因為這樣的關係 所以我就算一個人在這邊講 但是大家不一定覺得無聊 是因為 大家有很多題目 好像俄羅斯方塊 下一個方塊即將要掉下來 這樣子 大家可以先預先討論 預先想 而且又因為大家其實有留名字 所以最後我沒有回答到的問題 其實也可以變成 大家互相討論的一個梗 一個題目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說其實 數位政委就是好幾位 就是大家同時在這個空間 在分享 那在經濟學上 這個叫做Non-rival Non-rival就是說 就是說任何一個人從這邊拿取 好比方說按讚的機會 他並不真的把其他人按讚的機會消滅掉 完全沒有這種問題 他是 事實上越多人參與越好的 他剛好跟Rival School是相反的 就是越多人參與 就越強 他要 never be fine 那另外一方面是說 我們這個空間 它是不限制資格 雖然剛剛那個提問順序 稍微限制了一下下 但是fundamentally 它是不限制資格 就是它是inclusive 那inclusive的意思就是說 本來就是過去的成功的朋友 就是要多一塊錢一票的那個做法 這個是一人一票 它是社會部門的組織方式 所以簡單來講 就是我覺得 我們的attractor 在以前 就是你的這樣子的framing 它大概都是在vival school 就是有人多了 那就會有人少一塊的那個方式 才會有你剛剛講的那個dynamic 但是我們現在大部分在做的 都是希望說 有network effect 就是有越多人來 反而越多的這些東西 那剛剛講到co-creation crowdfunding crowdsourcing 大概都是同樣的意思 就是越多人來 它就越有價值的空間 那我會覺得說 如果我們營造的空間 都是長這樣子的空間的話 那其實它也是collective general intelligence 就是說我們在場的各位 應該都是general intelligence 這個應該沒有問題 但是就是它能不能變成 collective general intelligence 我覺得這個是AI 讓我覺得最有幫助的 就是AI它 要不要用來取代人類的頭腦 我是覺得可以不用啦 那但是它能不能夠 讓人跟人之間的溝通更順暢 然後讓本來感覺上是彼此對決的 可以發現其實可以彼此共創 這部分AI可以做很多事情 而且甚至不一定要AI 就可以做很多事情 所以我會蠻鼓勵說 如果你focus在這個題目的話 那你這個attractor 它才比較真的可以變一個strange loop 就是可以自己自舉 不需要好像外面 一定要有人放棄什麼 然後才把你舉起來這樣 好 那政委我們是不是今天就 這個最後一個問題了 好 那謝謝大家的參與 因為政委真的50分需要離開 那我們還有就是跟兩個團隊拍照 對 那謝謝大家的參與 那我們是不是一起謝謝政委 然後來特別來林口跟我們行動做交流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好那我們現場還有一點餐點 那 尼歐先生你是不是帶一下那個 好那個 我這邊借一下這邊好了 好 那個 謝謝 謝謝 機器 謝謝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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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